大家好,我是Cody 大家好,我是馬來西亞YouTuber 我做YouTube影片 基本上... 我是Cody 我要講一點中文啦 就看到蠻多華人在 我是Cody,可能有一點人還不認識我 我是馬來西亞YouTuber 我在YouTube上面製作影片 然後今天非常感謝Sunny邀請 讓我在這裡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拍Vlog的Singer Thank you very much, Stony, for inviting me today 'cause, you know, I started making videos since I was... 12 years old? And my first video... not really a video camera, but a phone camera was Stony Ericsson K650i Not sure if anyone... Not sure if anyone knows K650i 因為它是很老的 因為它是很老的 我看到很多小孩子 所以,今天我會分享我的想法 和我的經驗 和我的經驗 做YouTube影片 和Vlogs 我希望如果你們有興趣 可能你們可以在下面 所以,我的第一次 我的第一次原因 我會想分享為什麼 我開始Vlog 第一次原因 因為我忘記了事情 我可以簡易忘記 那些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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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n fact 我現在有一個商業 我現在有一個公司 叫LizChloe 可能有些人知道她 我認識她 三年前 我認識她 三年前 我記得 我記得 當我認識她 我當時 我當時 我只是拍攝了 Vlogs 所以 我當時 我拍攝了 然後 我拍攝了 Vlogs 我從來沒有想到 Vlogs 所以三年前 我們 工作 我拍攝了 之後 我們拍攝了很多 的影片 人們認識我們 Kody TongTong 然後 我拍攝了 Vlogs 我拍攝了 Vlogs 我發現 Vlogs Vlogs 是非常 很靠 我 是 是 是 我拍攝了 我個人的 故事 那是 我愛 Vlogs 拍攝了 所以我現在要分享我的經驗給大家的兩張相機 我現在有兩張相機 我現在有兩張相機 A6400 我剛才推出了一個新的鏡頭 跟一個翻滑的鏡頭 最後Sony,謝謝你 你把所有的YouTuber 我提到所有的YouTuber 謝謝你 謝謝你給我的翻滑的鏡頭 可能是在那次的鏡頭 可能是在那次的鏡頭 还有一个Sony FDR-AXP55 一个手机器 我相信很多人都不知道什么是一个手机器 我当我收到这个镜头 所以我刚才回到一个Sony event在新加坡 可以我们现在显示这个视频吗? 可以显示这个视频吗? 这台宝贝跟我以往用的很不一样 AXP的视频 我现在整个旅途都用这一台相机来VLOG 本性的VLOG 我真的给你声音 我现在坐我们在新加坡的时候 我去新加坡 新加坡这个 是我们的音乐音来看的 我们的音乐音乐 然后大家有听到的话 我一直在书人 我一直在书人 我一直在书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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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我的社 antis common 我一直在书ない 但是这视频 大概要做一个例子来 俺 cricket 都大不了 ces 你 你 我來拍照 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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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你 在社交媒體 我看到 我看到 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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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大家如果有注意到的話 這個Vlog跟我以往拍的Vlog不一樣 因為我以前是比較 我是一個比較 雖然 可能一部分人沒有看過太多我很CINEMATIC的影片 因為通常那種影片是沒有Vlog的 所以 那我影片可能很少人看過 不過其實我自己本身是很喜歡拍那種 很 怎麼講 我們講CINEMATIC 就是很 劇情類型 然後畫面很好看 有slow-mo這種的 不過這台Handycam 它做不到這點 但是還可以做到一個其他MIRROR相機 做不到的東西 就是它的ZOOM 可以真的去很遠很遠 但是比如 我如果從這邊ZOOM的話 HELLO那個 戴眼睛的Fighter 我從這邊ZOOM 可以送到你的鼻孔 相信嗎 不相信 不然 等你下來 你試試看 這樣你女朋友站在上面 你從這邊ZOOM上去 真的肯定送到你的鼻孔了 你女朋友的那個 那個口罩 拿下來的話 也可以ZOOM到他鼻孔了 然後 它的最強的地方 對我來講 我的experience 因為我今天沒有想要 share那種很tack的東西 tack的東西 就比較速器的東西 我相信剛剛Josha已經 已經講蠻多了 我今天最主要講的是 我跟這兩台相機的一些經驗 跟心得 我自己很喜歡的這個ZOOM function 就是因為 它是 目前我看到一台 你知道ZOOM到很遠 它還可以保持這4K quality的 就是剛剛 大家如果有看到的話 我在新加坡的Vlog 拍到那些船 我在飛機上拍下來的那些船 真的是很遠的 它不是真的在 飛機下面罷了 然後還有 我要在新加坡的時候 我有從我的 飛機上ZOOM去拍 MBS Marina Bay Sand Hotel 也是很近 Oh by the way 在那邊還是要講一下 Thank you Sonny 帶我去新加坡 住MBS Hotel 我這輩子沒有住過 第一次祝祝Solny 帶我去 五掌啦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這個是第一點 喔還有 如果4K 這個好處是 跟大家分享一個東西 突然間想到 有誰知道 Malaysia的Youtuber 跟日本的Youtuber 的Culture差別是什麼 這個問題是忽然有在拍Vlog的人 這邊有誰是拍Vlog的 沒有人拍Vlog 這樣你們真的今天來看我兩宅吧 我的 喂 沒有人拍Vlog啊 OK OK 跟大家分享一下 日本的Youtuber跟馬來西亞Youtuber 用相機方面最大的差別 就是 日本的Youtuber 不管是 現在的Top1 Hajime社長 還是Hikakin 或者是Top1YouTuber Yuka Kinoshita 我剛才拍過一支影片 我帶他去吃了 20包的NASILAMA 然後100隻的SATTE 才跟我講 嚇死我 日本人的食量 那個大衛王 大家應該認識耶 那個日本大衛王 他 我剛才拍了那支影片 他就是用了一個 Sony的HANDICAM 全程錄影 大家如果知道的話 DSR跟MIRLESS CAMERA 除了6400 會有一個問題就是 你錄影只能夠錄30分鐘 如果比如說我在拍開箱 或者是在拍一些挑戰 我沒有辦法去Chain那個相機的話 它30分鐘斷掉 我就不知道了 我後面的東西就沒有錄到 所以HANDICAM的好處是 它不會斷 它會錄到它的BATTERY沒有 或者是錄到它的SD卡滿為止 所以這個情況下 它就很好用 如果是拍開箱 或者是拍那種 就是需要錄很久的節目 尤其是它的BATTERY LIVE 它的BATTERY LIVE 一般可以錄 7個小時半 就是這樣一錄 所以給我的話 平時的相機 我如果 一錄 我拍一天 我可能需要花三四個電池 但是這個一個電池 我可以拍三四天 這個就是那個差別 4K還有一個好處 就是你在拍的時候 大家可以ZOOM IN ZOOM OUT 你可以慢慢CROCK 然後還有就是 Stabilization 這個相機最強大的功能 為什麼我講這個功能很重要 因為很多新手YouTuber 包括我自己新手的時候 我們拿下機的時候 會時常這樣子抖 或者是你如果手不抖 走路的時候你身體也會抖 我不相信這邊有人手是不抖 有誰手不抖的吧 沒有對不對 跟我一樣 我的手也是抖的 所以這個 這個Stabilizer就很好用 你們看 如果我發現到的話 那個 新加坡的BROCK 其實我沒有真的拿到 很仔細很穩 因為 當時候當天人蠻多的 一直在跟 Sony的那個蔡依林 Sony的Team有一個叫 名叫蔡依林的 跟Jolin長得一模一樣 不然我在哪裡跑掉了 跟他聊天聊太多 看到了 跟他聊天聊太多 我根本沒有辦法所謂是這樣子拿著 所以你會注意到我的相機是這樣的 但是畫面還是很穩 真的嚇到還是很穩 這個是他的Stabilizer的好處 然後再來就是 他有一個其他的DSR沒有的 就是他的Build-in Projector 大家應該知道Projector是什麼 Projector就是 Projector咯 我們用來看戲的Projector咯 這個相機自己本身有一個Build-in Projector 然後我昨天晚上跟我的Team在那邊chat 我們剛剛從那個 進馬輪拍了一個網絡節目 是網絡真人實境節目 這個大家在馬來西亞的Youtube圈 實際上沒有見過了 我們砸了很多錢再去拍這個東西 所以說到時候出的時候支持一下 我順便在那邊宣傳一下 我沒有用這個相機拍 然後拍好之後我們回來